到处吹牛 但是11月12号周刊初刊前 他刚向美术馆购入了四件总价破百万的古董 更惊人的是没有职业的他 居然可以有存款来到了超过2300万元 有媒体人就分析他真实身份 很可能是穿梭在政商国会之间的前客 再从中抽取两到三成的报酬 就连PTT红人也认为 如果光靠当网军 的确不可能赚这么多 一个没有在上班无业的博士生 为什么可以有2300多万 一张11月初ATM交易明细表 点出外界好奇心 还在念博士班无业的零病书 银行余额高达2300多万 这钱从哪里来 立法院有很多所谓的便当助理 成功的帮一些商界的人士 或企业界人士 然后处理完的定比例 是由这个所谓的前客来当佣金 所以大概行情大概是两到三成左右 媒体人推测林秉书身份 可能是这几年 靠人脉累积的政商前客 因为林秉书2015年 还因讨钱不成对父母施暴 至今无业却能长期住饭店 更被爆料11月26号 还花了176万 买了四件古董自画 这样的财力 恐怕连单纯的网军投资 都望尘莫及 一般的网军都是用包月制的方式 比如说一个月大概三四十万 不太合理 所以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 因为他认识比较多政党的人士 连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佳 也在脸书坦诚 过去曾面试过林秉书 但后来作罢 在媒体曝光前 林秉书更曾透过朋友找上门 但被他回绝 而对国会委员来说 前客其实实有耳闻 立法委员有好多人 有好多人 因此而吃上官司 就是我的前辈 重点是上市公司 为什么要跟他接触 还不是看到他后面的狮子 随着林秉书巨额存款曝光 神秘裁员指向游走法律灰色地带 粗综复杂的政商关系 记者站在圈里何荣 台报道 可能前沿典 有一个大约 有一个大约 两个大约 决